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大悬矿场所水南洞悬链场 落成于1933年 是日治时期处理矿砂 生产粗铜的悬矿链制厂 1945年 由台湾金铜矿物局接管 至1955年 改组台湾金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1981年停止生产 后因台风侵袭 主体架构损毁 仅存基础建构 因外观独具特色 有13层遗址之称 到1987年结束营业 由台湾电力公司 接管厂设房地 2017年起 台电于金瓜石雨水南洞地区 推动一系列文资活化 及公共艺术计划 今年9月13日中秋佳节起 攜首国际照明大师周炼 与艺术家何彩柔共同创作 以不同亮度的琥珀色柔和灯光 在晚间6至9时点亮13层 让遗址本身就如同户外美术馆 往后自公路或火车 旅经金瓜石的民众 都能感受昔日13层的黄金历史风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